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kie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M2 M3 M4 其實這幾部機在外形和操作方面都是很接近的 到底它們有什麼不同呢 今次跟大家講一講 其實M3是Leica第一部卡口的相機 前期是用螺絲扭下去的 這個是M卡口 扭下去就可以了 其實它是由1954年到1968年生產的 M3分了三個鏡頭 其實分別有50、90和135 其實它的放大比率是會高一點的 有0.91 譬如說對50mm的時候 0.4是對得比較好一點 應該是這麼說 比較聽力的鏡頭是對得比較好一點的 容易對得精準一點 而上面這裏 其實這個採光窗是用磨砂玻璃的 而後期的鏡頭都轉了 是用一塊膠片的 變成用是不同的地方 還有如果是拍攝後 拍攝後 你開蓋後 把鏡頭拔出來 其實它會自動 改變回到0 前一點 OK M3出現之後 1958年 就出了一部M2 在成本方面 減輕了一點 但也在 鏡頭有改變 由35mm開始 變成35、50和90 貨大比率是轉為0.72 因為就35mm的鏡頭 要闊一點 另外 就是 碑頭的磨砂玻璃的位置 改變了 變成 你進完飛樓後 要自己手動設定 由0開始 這樣去計算 出完M2之後 就出了M4 是1967年 到1975年 這段時間 是出產的 M4和M2和M3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就是 它轉了位置 這裡轉了是斜的 變成可以 拿起一個小把手 在這裡 回捲飛樓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一些 飛拉方面 也有增加 變成有35 50 90 和135 和M2一樣 大家用的放大比率 都是0.72 至於飛樓 另外一方面 不需要再有一條小軸 在這裡 直接 把飛樓放進去 然後 放進去 就可以了 這個就比較簡單 和方便快捷 還有一點點 補充一下 其實 M3和M4 大家的 飛樓的櫃 都是一個 窗口 在這裡看下去 而M2 是扭一個原本 那是靠上完飛樓之後 自己手動 設定的 其實M3 再可以細分 有幾樣東西 其中 就是比較多人追捧的 是早期的Double Stroke 好像這部是早期的 它是700至頭的 是兩下Double Stroke 就是說 雙撥兩下才拍一下 這個是比較有趣的 早期因為 它不想一次過的拉力 那麼大 變成是將它斬開兩段來做的 那就減低了靜電 變成了 菲林 比較貼的那個面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早期的是不同的地方 你會看到這個面 是比較光滑的 其實這個是玻璃鴨片來的 就是說 用玻璃來做這個面 在溫差大的時候 它依然是沒有什麼改變它的體積 它的尺寸 變成是壓得 是比較好一點的 還有你聽到這一下 會啟一聲 它這個旁邊 是有一個很小的波子仔 在那裡 那這樣東西 就可以令到它壓得比較貼一點 啟一聲 其實我們不時會有 小尾器材的介紹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 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還有給我們一個Like 下次再見 Bye Bye 拉斯 拉斯